网络女友成男子噩梦 我告诉你 你没来我活得很好 白天就像一头猪 晚上就像一只夜帽子 情义难投 分手何难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当初你怎么求我爸来的呢 你现在把我混到手了 你才这样说啊 难道法律规定 我比你小五岁的 就不能跟你结婚吗 老招女人喜欢嘛 然后她老是跟人家女孩 嘻嘻哈哈的 你知道我就不放心嘛 蜜亚六年 女子未钱仇 三千多块钱的一个打工杂 其实二十万一点钱 很少很少 并且现在你们俩交往的事情 妈妈好像还不知道 其实可能她也有察觉 可能四五岁这样 然后父母离异了 给我找了一个后妈妈 花钱如水男子理由多 整个隔了十五年 我把他们重新 撮合在一块了 你爸妈不给你钱了 我不用那个钱谁去用 我爸拿着其他女人去用 我把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女人 咔嚓 欢迎收看大声说出来 有请主持人龙勇 谢谢大家的掌声 心理沟通 事或解压 欢迎收看大声说出来 我是主持人龙勇 在节目一开始 首先明天接下来我们的三位嘉宾 著名媒体评论人余博弘老师 百合网首席情感专家周晓峰小姐 著名时评人比翼老师 欢迎 欢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 这位青苏人的心声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他平时大舍大脚 花钱也就算了 但这一次 他把我们买房的钱都拿去花了 还背着我花的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那个钱本来就是我的 我自己的钱我还不能用吗 再说了那个钱 我也是用在我们两个人身上 也不是我一个人全部花光了 他一个月工资就三千多 买一件毛衣要两千多 吃喝玩乐什么都要好的 我平常很少逛街 我买东西的原则一直追求是品责 要买就买肯定买好的吧 要不就不买 小琪和男友小张相恋了六年 男友用钱大手大脚的毛病 一直让小琪耿耿于怀 眼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已经工作了三年的男友 不仅没有一分存款 他竟然还背着自己 把两人买房的首付款给花光了 这让小琪忍无可忍 以前他花钱我管不着 那是他爸妈给他的 但这一次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婚纱照都拍了 如果他还像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在一块 我爸妈也接受不了他 存点钱是件不难的事儿 为什么对于这位姑娘来讲 会那么困难呢 一定有原因 所以我们掌声欢迎小琪 欢迎 大家好 什么时候让您那么烦恼 就是我们准备买房的钱 然后被他花掉了 完全没有考虑一下 买房的钱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 首付款 首付 然后两万块钱 但是是他妈妈和他一块给 凑的钱 对 他花到哪去了呢 吃和玩乐 然后买手机 不一样 不仅没商量 而且还把首付都花光了 对 好 我们掌声欢迎小张 大家好 为什么把人家首付都花了 首付 两万块钱买什么房子 首付那叫 你知道吗 那两万块钱不是我一个人花的吗 还有谁 我买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他在用 我也没用了 我用了什么东西啊 你买手机 你买那些东西 你买那些东西 iPad我就说了一句我喜欢 然后你就要去买吗 那我什么都喜欢 你说旅的我买的东西 肯定是拿给你用嘛 是吧 这个想法是好的 可是你都不知道 他花花钱有多么的大手大脚 他平时就是 从他们那边打车到重庆南 哪一边啊 碧山那边 碧山城区 明明就有公交车可以坐20块钱就能到 可是他呢非要包一车200块钱 我为了节约时间 我肯定只有早点下来嘛 你可以不要把话说那么漂亮吗 你不就是不想挤车嘛 你嫌车上人多 公交车上人多 肯定啊 我下来晚的你也要说 我不下来的也要说 我下来我打车的也要说 你不觉得你是在找 好的话都不会说了 在找借口吗你 来 离我站近一点啊 到底是你在找借口呢 还是你稍微冤枉了人家 就以前有一次 我让他陪我一块坐公交车 我觉得我一个女孩子都可以坐 他一个男的就不可以坐了吗 他就嫌那公交车坐着特别挤 嫌是冷板凳 他就不愿意坐 那打车那么贵 是有点贵啊 对啊 那小张你月收入大概多少钱 方便问一下吗 3000到4000左右吧 他就一个3000多块钱的 一个打工仔 每个月他还要花那么多钱 去打车 其他生活开支从哪来呢 父母给啊 他爸妈有钱啊 愿意给他啊 你爸妈呢 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所以老是为这些事吵架 对啊 我就让他节约一点 但是他始终就觉得钱嘛 花嘛 反正就没有一个概念 像流水一样 就苹果4嘛 才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贵 然后他就买了 他朋友当时看着就觉得 很好看 很喜欢 后来不是过了一段时间 就出了一个4S嘛 他就又跑去买了一个4S 然后就把那个4送给他朋友了 这真够哥们 我朋友之间都是这样的 你朋友 朋友之间都这样 我的东西他喜欢我可以给他 然后他的东西他 我喜欢他也可以给我 我朋友之间都是这样吗 他给你 你给他一个4S 小事情有必要去叫没有吗 50块钱 这叫他给你 是吗 你现在困难的时候他在哪呢 没见得着他人呀 你们恐怕吗 不仅仅是今天这么在争执和吵 原来有吵过吗像这样的事情 有 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那我为什么要吵啊 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我愿意跟你吵我疯了呀我 我吃说要了呀我 他还有更过分的事情 以前他玩游戏 花掉20万玩游戏 玩一个游戏就花掉20万 你觉得我怎么想的通吗 20万 对 20万人民币 打游戏 打一个游戏就打一个游戏 我请教一下 我真不得搞懂啊 打游戏就打掉20万块 其实20万呢 一点钱 很少很少 对于打游戏来说 好 我 一点钱 我不管业内怎么评估这个开支 20万我觉得 要是换作我来弄的话 可能会 好歹买套房子也是基本OK的事 买辆车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可没有这么想 而且那20万只是游戏上面买 买那个所谓的装备那些东西 还有他和他朋友 那一次玩游戏的时候 在青岡那边玩 玩了然后晚上饿了 居然打一个车到重庆来 为了吃一个烧烤 吃完又打车回去上课 我骗了你 原来你认识他的时候是这样吗 原来认识的时候 没发现这些问题 那你爱上他哪一点呢 才开始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们是同学嘛 因为当时 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啊 高中你们俩就拍拖了 差不多高中快毕业了是吗 然后呢 一块读大学 他去上的大学 然后我选择去当兵 其实我当兵之后 因为这些事情闹过很多矛盾 然后我们中间分开过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我回来了 后面还是想好好地跟他一起过 你这样子是在好好过吗 但是 小气 听听看 小张他在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是很 其实你说这么的事情 我感觉啊 我听出来了 还不是为了钱是不是 我以前有钱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没 你没跟我说这些 有钱你好意思 你有钱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钱吗 你不管那个钱是谁的 是你爸妈给你的 现在你爸妈不给你钱了 我不用那个钱谁去用 我爸拿个其他女人去用 这话从何说起啊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他也知道 我这个人不看重钱 我看重的是人 跟人之间的感情 我这个人很重情 据说你说我朋友之间 我不想这么计较 我觉得他是我朋友 我用心对他 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连你自己的女朋友 你都没有考虑一下 你还是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那如果我们要解决 当下的问题 我为了他 我们有了其他的女人 小夕 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吗 知道 那当知道这些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一定程度上 宽容他今天的举止和消费观 我还要怎么宽容 我都宽容他六年了 我都宽容他六年了 有改变吗 至少我没有看到 至少在他今天说 什么两万块钱不是钱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感觉到他的改变 你自己觉得变了吗 至少我认为我是在变 你哪里变了呀 就是 我是不是现在每个月 会把工资卡全部交给你 交给我 你好意思 说呀 每一次交给我以后 然后他就总是会跟我说 今天这个结婚 明天那个结婚 然后呢就 从我这儿又把钱拿回去了 有一次我发现他交了2000块钱给我 结果我拿了4000块钱给他那一个月 那你不要从我这儿拿钱呀 你那么不在乎钱的人 每个月都这样 你不觉得很累吗 我们的日子 这样过下去真的很累 还想结婚 还想买房 照这个样子过下去 你自己都养不活 我再想一个问题 小张为什么会如此地大手大脚 甚至大得有一些出奇 有没有本质上的原因 父亲是不是当时的收入比较多 以前父亲一年可能就 有时可能见得到一次 有时可能一次都见不到 然后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 问父亲要钱 父亲会问你 我父亲不会问 你儿子你要5000块钱拿去干嘛 他会问你吗 他说问都不问 我父亲不会问 我反正我打电话给我父亲 我父亲也知道要多少 直接这样说 你最多的一次要多少钱 五六万块钱吧 有一句话 最多一次一次性给这个人 你要五六万他也给你 对 龙勇老师和我们都注意到 你刚才脱口而出的那句话 我不花爸的钱 难道其他女人去用 对 我不是心理学家 但我想这句话 你不是随便说的 你这有依据吗 否则话对你爸爸也很不公平啊 我父亲不是跟我母亲离婚了吗 后来 然后给我找了一个后妈嘛 从来也不管我什么的 然后那女人嘛 每次我找她 都不是在家里面找 都是去打牌的地方 有一次我看见 我爸还回来给她的钱 我也不知道多少 反正以前那种脑袋 牛皮纸那种兴风嘛 就是这么 一卡这么厚 五万左右 一晚上就没了 你那时几岁 上小学三年级 这还是我看见的 我没看见都不说了 我也不知道 我极端地猜测 小张有一点想报复他的父亲 可是他没有想过 他把他报复他爸爸的那些 那些方式 用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吗 他用在你这里是无意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 如果形成心里的这种意义以后 他会不由自主 刚刚小夕在说一句话 你说我的妈妈也很反对 并且现在你们俩交往的事情 妈妈好像还不知道 对 那妈妈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她有点玩物上知那种 不放心 我跟她在一块 妈妈没见过她 怎么知道她玩物上知呢 当时是高中嘛 读书的时候不准恋爱嘛 然后被班主任发现了 然后交给家长去 当时我妈妈去了 听到她是这么一个人以后 我妈对她印象就一直特别的不好 就很反对我跟她在一块 也不愿意见她 那后来你们又在一起了 那妈妈知道吗 她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我一直都瞒着的 那你一直瞒着妈妈她还在反对 她看我这么久没有交朋友嘛 大学以后 然后也没有交朋友 她就一直问我 其实可能她也有察觉 反正她在家里面 时不时地就会说一句 我反对你和她在一块儿 那小张 你也不愿意去跟她的妈妈见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的理想当中 我见她妈的样子是 不是说很事业有成吧 至少为我们两个以后的生活 结婚房子我能先买啊 就你也清楚的事情是说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必须我要买房 一般首付都花完了还房子 两万块钱买什么房子 在你内心当中 可能你现在还真的是 那个小学时候的那个男孩 在内心当中 你永远没有办法 挣脱当年的阴影 因为你觉得你的爸爸和妈妈 两个人都对不起你 其实说到我的父母 我也做过努力 然后我退伍的时候 10年我退伍回来 我想帮设法保父母 差不多隔了15年 我把他们重新撮合在一块儿了 然后我的父母也答应我 然后去民政局重新复婚你的结婚证呢 又复婚了 对 现在呢 你自己传的局 把他们聚在一起 让他们复婚 对 一直成功到现在嘛 我把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女人 咔嚓 就把他们弄离婚了 对 不到一年时间 当我退伍回来的时候 我下火车的第一件事 我父亲就告诉我 然后他跟我爸又离婚了 当时我什么也不想去想了 我自想 心碎的感觉到心 这是他成长路上 自己成长路上一次严重的挫败 我再想一个 为什么这两万块钱 你认为 对于你们来讲 要走到结婚殿堂的这个钱 他会花掉 因为小张你害怕婚姻 两万块钱如果花出去 是代表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房子代表 你真的要走进婚姻 但是婚姻对你来讲 是一个特别残忍 特别残酷的东西 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 第一次的婚姻是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在一起 即使你尝试过无数的努力 他们最后还是分开了 所以婚姻对于你来讲 又渴望又不可及 所以我特别想问小琪 你觉得对于小张来讲 他最大的优点在哪儿 除了花钱以外 他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因为我脾气特别急躁 然后这六年在一起的时候 他特别能忍让我 对我特别的迁就 我在外边工作呀 学习呀 情绪很大的时候 我就拿他当说起头 这是他应该做的 而且中间我不是 也和他分开过一段时间吗 和另外的有过男朋友 然后在一起 始终还是觉得他好 找不到感觉 跟他在一块对路是吧 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他是我的初恋吧 那我同样反问你 你觉得你还这么坚守 跟小琪在一起 他的三个优点是什么呢 我感觉得出来 他是真心对我好 六年时间 感觉一个人 肯定是感觉得出来的 想得好 这是你最想要的 无论我有钱的时候 还是没钱的时候 他都在我身边 我不是一个很会说的 了解 好的家庭教育 其实有两点 一个叫明是非 一个叫知分寸 在第一点明是非上面 我觉得小张 其实做得挺好的 他都知道大是大非 而且非常的重情重义 在第二点呢 知分寸这一块的话 就做得相对要比较差 你可以花20万去打游戏 你也可以到处借钱 去支撑跟你的收入 完全不相匹配的 极型的消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你是一个好孩子 但是呢也仅仅是一个好孩子 虽然你的父亲 在无意当中伤害你 你也不要通过放纵自己 承认自己 去报复自己的父亲 因为最后受伤的是你自己 走出来 好 我也特别想要对小张讲 花钱没有办法 让我们得到幸福 真正的新和新的交流才有可能 你今天已经得到一颗真心了 你一定要珍惜 小张 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地获得名物 振作起来 去独当一面 去自食其力 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好吗 嗯 好 那小张 是时候表达你的心愿了 至少 至少 那我们可以先请到小张去密室 好吗 稍安我早 小七 我刚才说我听懂了 小七 小张走了 我忍不住再告诉你 在这样的场合 问这个问题不对 其实从他的表情当中 他早就读懂了 但是 他真的在改变自己 这样我们去往大声台好吗 我们给小七掌声鼓励一下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走 你要是接受了他的这样一想法 你就留在密室里 你要是不接受 你要是想遵循你刚才跟我说的那句话 钱可以花也可以挣 情如果没了就找不回来 如果你决定是这样 我再次提醒你 是时候去追回来 如果你今天不追 永远没有机会了 我再次提醒你 是时候去追回来 如果你今天不追 永远没有机会了 好快点 这是在我们大声说出来 在录制的舞台上 没有发生过的 这样的一个结尾 第一次 第一次 我最大的愿望 其实是希望他们两个 牵着手走进咨询室 因为我觉得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 心理辅助 我并不期待他们 能够立刻牵手 回到我们演播室现场 我希望他们一起牵着手 回到他们原本追求的 幸福的生活当中 是 是 是 我们也祝福他们 最终能够牵手走到一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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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